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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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华文化 你知多少 我是佳鱼 我是正良 诶 今天我们是不是找来了什么嘉宾 是啊,是啊 我相信一定对今天嘉宾的专场 前所未闻的 什么 讲到他好像很厉害这样 嘿 你知道什么是捏面人吗 捏面人 捏面好的 当然不是啊 捏面人其实是一门很传统的手工艺品 所以主要是用一些比较简单及架杂的材料材质 做一样去齿如生的作品 哇 听你这样说 我都开始期待看到他的作品了呢 那 事不宜迟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陈管俊老师 欢迎 欢迎 那今天非常欢迎玩具老师到来 那我想请问老师是如何开始踏入这个行业的呢 以前我是一位幼教老师 然后呢 对手工艺术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所以我就对面粉公仔更加有兴趣 每一年的九王年呢 我们都会摆摊售卖我们的公仔 一开始我只是一位售卖公仔的教授 对 然后呢 有一次我自己就尝试去做一个公仔 然后 客人喜欢我的公仔 所以 买了 那一次开始呢 我就对自己更加有兴趣 那老师 请问你之前是去哪里留学的呢 我是到台湾去学 去学习一些那边公仔的机器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那里是待了多长的时间 我待了两个月的时间 老师 这样在你的留学过程中 你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还是比较挑战的事情 有啊 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要完成35个作品 就是一个月里面完成35个作品 对 你有感到任何的压力吗 有压力的 那也是其中一个特长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你懂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台湾留学 就是去学关于捏捏人的这些技巧吗 我在上楼找了很多位老师 然后终于被我找到一位是很有经验的老师 那肯定你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除了因为兴趣和家人的训练之下 讲究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因为地面人这首艺呢 在我国已经很少了 也快失传了 而且也是老人家的童年回忆 那玩具老师我想请问你 是什么原因能让你在这个行业呢 坚持了那么多年啊 因为这是我的兴趣 然后让我有机会到处去 可以帮到我们任何手艺 在你家人里面 除了你之外 有没有其他小一辈呢 也在接触这个手艺呢 有啊 因为我的小子女就是跟着我到处去上场的活动里面表演 然后呢 我在捏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那边跟着我一起捏 他十六十年级还捏出一根笔绘档 哇 小碧 玩具老师的小子女呢 也是像他一样呢 非常的有天分 他呢 以后呢 肯定会跟随你的脚步 就是呢 把命令人越做越好 那既然玩具老师有那么多年的经验 请问你可以为我们修个两手吗 嗯 没问题 材料方面呢 面粉 糯米粉 盐 水 色素 好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首先 首先 我会先 揉一点 油 就是放在手上 我们先拿出一个红色的面团 揉成一个圆形 因为这个是身体嘛 所以我们会把它 用手掌的这一个部分 把它压出来 变成一个水壁形 先把它放在棍子上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你的手和脚 两个小的 然后两个比较大的是手 嗯 一样是 揉成圆形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两个小的水壁形 两个长的水壁形 这个就是它的手 然后呢 我们 要粘的时候 需要用上一点点的水 然后先粘它的脚 那地的那个位置就 轻轻按上去 OK 现在呢 就到它的手 OK 它身体完成了 现在到它的头部 也是一样脱唇圆形 OK 现在我要把它的头 压成 脱唇圆形 然后我再轻轻压 压出它的两个耳朵 然后我们再沾一点的水 然后再把它放上去 先到它的眼睛 一样把它分类成两个一样的大小 然后轻轻压出我要的形状 然后呢 就把它放上去到的位置 就轻轻压 最后呢 我们来做它的鱼分 这一次呢 我们做的是两个水地形 一个是圆形 然后我们把它放上一点点水 把它放上去 轻轻按一下 好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有那么多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是自己调配过的吗 是的 就是根据我要做的那一个公仔 而去调配那个颜色出来 好老师 那我想请问 你做过那么多的作品 有哪一个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吗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打电话来跟我说她想要做一个公仔 就是放在蛋糕上面 她想要送给她孩子的一份礼物 对于人形公仔来说呢 是会有点复杂 所以对于烘焙店啊 还是蛋糕店的人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有人跟她说 你可以去尝试找一下 面面人的师傅 那么巧闻之下她就找到我 我也是很感动啦 她能够为她孩子做那么好的蛋糕 对 她觉得有那份心意 老师 那请问可以教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面面人吗 当然没问题啊 来首先我们要先补上一点油 这个油呢就是防止我们的手会沾上这个面 会被黏住 先把它揉成一个圆形 然后煎的我们要是放在底部 这个呢是放在上面 你的还不错哦 接下来呢 先做它的比较 如果你们不会分成一半的话 我们先把它用一个圆形 用这些小工具来切斑 我们先拿这个小团的面粉出来 所以你们要把它揉成一个是没有这种裂痕的 如果你做出来的话 它会根据这个裂痕然后破裂 然后就整体就不漂亮了 因为呢我们完成过后呢 那个是圆形嘛 放上去之后呢 它是吐出来的 嗯 我们轻轻压了下去 它的眼睛 黑色会变得更宽 来展示一下我们的成品 那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王军老师 那在未来呢 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能传承这一门手艺吗 当然会啊 我会把这门手艺传送给我的孩子们 把他们继续的传下去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王军老师的分享金指导 透过王军老师 我们也了解到了坚实到底 有不放弃的精神 不然呢 也不会有老师那么精湛的手艺 那如果您有兴趣购买王军老师的作品 记得到Facebook搜寻 捏面人陈婉军 以获取更多详情 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及分享 记得要继续留守我们 马大跟龙杰的YouTube频道哦 拜拜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